不是因为我写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下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国家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法国、阿联酋、美国、玻利维亚 52岁的英国人凯文·莱特 曾在世界多国工作、生活 最终却选择落脚在中国的西北城市 迎川 凯文主要从事酒店设计行业 此前他游历世界多国 并从事过酒店工作 2018年凯文应朋友之邀 来到宁夏迎川 在这里他邂逅了自己的爱情 成为中国女婿的凯文 就此在迎川定居 开始追逐自己的梦想 开一家面包店 两年前凯文终于将自己的爱好变为事业 他的面包店如愿在迎川开业 在凯文看来 烘焙就是与面包做朋友 为了拓宽中国的市场 凯文在面包的制作 包装中添加了一些中国元素 希望收获更多中国顾客的青睐 在制作面包的过程中 凯文发现东西方的饮食习惯 口味存在一些差异 但这种差异和界限 会随着人与人的交流 变得越来越模糊 从不太接受到能接受 味蕾的开发是一个美妙的过程 与面粉 奶油 巧克力酱等食材为友 通过名为烘焙的魔法 将其变为美味的食物 凯文坦言 烘焙是一份快乐的工作 我喜欢让人愉快 我喜欢看人愉快 我喜欢看人愉快 吃东西我做的 然后它们愉快 然后他们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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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愉快 所以那是什么 让我愉快 在做这个 烘焙大利